HELLO 各位朋友你們好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做椰汁麻豆糕 因為我們這裡已經進入冬天 現在我是入口點兩兩點 天氣已經很暗了 我看到我也要開了很多燈來拍片 所以我就想找一些家裡有的床廟來做 媽媽前陣子給我一些麻豆糕 我心想不如有麻豆的話 不如試試做麻豆糕吧 麻豆糕呢 其實大家都可能在小時候 例如我 小時候在酒樓或者在糧茶店 就有吃過 或者去華人超市有時候都會看到 但是你說想去酒樓 酒樓就很少見了 已經沒什麼酒樓做麻豆糕了 現在做麻豆糕會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傳統的方法 就是用粟粉做 另一種就是生態的方法 就是用魚膠粉或者大菜來做 我選擇用一個傳統的方法 就是用粟粉來做麻豆糕 不如我們現在就開始做 材料只需要六樣東西而已 一種就是馬豆 這裡大約是100克的馬豆 另外就是糖 這個糖就是180克的糖 粟粉大概就是100克的粟粉 另外就是一罐大約400ml的椰漿 一罐大約160ml的淡奶 兩杯水 是用這六種材料來做的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洗一下馬豆 用清水洗乾淨之後就煮了 馬豆其實不需要浸泡的 因為它沒有紅豆或者綠豆那麼硬 為什麼呢? 你看到它沒有皮 它已經分開了 分開了 所以它就是沒有那麼硬 我們真的煮它就可以了 沖洗一下就可以煮它 煮軟了就可以開始做了 好 水滾了 我們就可以把點馬豆放進去 然後等它煮 現在我用大火煮滾水 然後現在轉中火 煮它30分鐘 30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蓋著木蓋 關火 煮它20分鐘 30分鐘 看你想要軟軟的程度 煮粉豆的時候 我們預備一下其他東西 我就把淡奶倒出來 然後拌一下椰漿 椰漿很稠 看看 我都上網有看 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有些就是 將粟粉混入椰漿 但是如果你的椰漿 好像我這隻 premium 的椰漿 一開出來是這麼稠的 底是水 但是面上是很稠的漿 很難跟 鷹粟粉混在一起 是很稠的 我用這個花嫂 先拌開 先拌開椰漿 好 馬豆焗好了 之後 我們就可以 倒出來 隔水 等到它完全沒有水分 真的要沒有水分 因為如果它有水分 稍後放入粉漿 就會稀色 就會很難融合 現在就是煮了30分鐘 焗30分鐘 我們一鍊 鍊開了 如果你想再軟一點 你就再焗久一點 或者煮久一點 但是你又不要說 我想它圓粒很漂亮 所以我就不要太軟 又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馬豆 它冷了之後 它是會硬一點的 如果你沒有到這個程度 冷好之後 可能就會 硬的了 所以你要 是要 拿一個適中的程度 開始這邊可以煮了 首先這裡有兩兩杯 大約一 五、八個 mL的水 我們就拿一半 放在這裡 大約250ml 加糖 哎呀 倒錯 加糖 哎呀 倒錯 不要緊 倒了一點 不要緊 加糖 煮 煮溶 好 沒問題 就算下了 就算下了這個 淡奶也沒問題 因為待會我們也會 加淡奶下去 第一件事就是七手 七手 那麼快倒了 倒了一點 不要緊 油去煮 煮溶 不用太大火 慢慢煮煮溶 剩下的水 就可以將淡奶 混進去 這裏攪拌這個 一個櫻粟粉 或者是粟粉 或者是粟粉 現在呢 剩下的淡奶 水攪拌在一起 接著就攪拌這個 櫻粟粉 或者粟粉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 你只用那一杯水攪也可以 但是呢 我這樣呢 會方便一點 讓它開稀一點 快一點 好 拌勻 拌勻了 這裏攪拌 融光 之後呢 我們就要將一些椰漿 放進去 椰漿呢 真的一袋就有粒粒粒了 所以呢 真的要先煮一下 這個時間呢 我們就是用這個味道 繼續去攪拌它 把椰漿呢 那些椰漿呢 會化開 不是一塊塊的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 煮滾它 當它你看到 它在滾的時候 我們就關火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粟粉的漿呢 就倒下去了 總之我們倒下去之前呢 我們就要關火 然後呢 一邊攪拌一邊就慢慢將它倒下去 這樣呢 就可以避免到 它呢 就會呢 過份 多粒粒 好 全部倒下去了 開始煮滑豆糕 我現在呢 都是關火的 用它的魚溫呢 首先把它們呢 完全融合 攪拌了 但是不行的 現在不行的 我們呢 就是要把它呢 煮熟 它 煮熟 煮熟 另外呢 就是我們 還要煮到 沒有粉味 還有呢 它會有一個凝固的感覺 所以呢 我們就要慢慢煮的 你擔心呢 有粉 啊 有 粒粒 現在看到是沒有粒粒的 但是 如果你真的擔心 有粒粒的 這樣呢 你可以過篩的 在這個時間 那我就不用了 因為我看到 都是很漂亮的感覺 看看 看看 現在是很滑的感覺 看到嗎 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開火了 因為呢 我們要煮 真的 用一個小火 盡量最小最小的火 然後呢 就慢慢地攪拌了 現在呢 你看到呢 我攪拌的時候呢 是很輕盈 沒有阻力的 你要感覺到 怎麼為之適合呢 就是當它呢 你會感覺到開始有很多阻力之餘呢 就是呢 那些 這個醬呢 就開始有很多bubble 出來 我們再煮多一會 這樣就可以了 這段時間呢 就是 沒有東西可以做的了 除了 不斷地攪拌 因為呢 不想它黏底 不想它起粒 就是要這樣做 每一步都 是好像在做實驗 這樣 可能你們會嫌 影片會長 但是呢 如果這樣 這樣拍著給大家看呢 我覺得會 大家一起跟我一起經歷呢 這一件事 看到它怎樣為之適合呢 我覺得 我想這樣 開始呢 就沒有煙了 你看看你見到 已經濃稠了 繼續 那怎樣為之適合呢 就是呢 等到呢 有些bubble出來 看到嗎 剛才有一個 有個bubble呢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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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bubble到了 有bubble了 如果有bubble 我們就煮多一兩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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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這個時間呢 我們就把豆子倒進去 把豆子倒進去 把豆子倒進去 全合手了 搞定了 我們呢 然後就煮多一分鐘 看到嗎 讓你看到那些bubble 對不對 就是這樣 現在可以了 已經很實了 看到嗎 它就是要有這個 這個實度呢 你才可以凝固 整個 整個馬豆糕 如果你說很稀 那樣呢 雪極都不會 說 會實正的 你現在看到 這樣呢 現在呢 這樣就好了 你看到我呢 都很 有這個這樣的 你看到那個質感 跟我剛才轉的時候 你真的感覺到 是有很大的阻力 做好 我們可以呢 放進去盤子裡 你看看想煮什麽糕 我就用了布丁糕 用凤水浸浸 然後就抹一抹 然後我就可以這樣 我這個煮好了的麻豆糕 先攪拌一下 因為現在很熱 攪拌一下 攪拌到沒有太熱 就可以倒入盤子裡 如果是一個鐵盤 不鏽鋼盤就可以直接倒 但我這個是膠來的 所以攪拌一下 這段時間也要咬住 等一等 看一看 一個盆子沒有黏底 接著我們就把它撥好 因為我這個帽子有很多彎曲曲的線 所以就確定它撥均勻好 然後就放開 一放涼 放涼 攪拌到真的全冷了 然後就可以 放進冰箱裡冷 最少要冷2個小時 最好可以冷過夜 4至6個小時都沒有就足夠了 我這個椰汁馬豆糕就冰好了 我大約冰了4個半小時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要怎樣開出來呢 我一種就是導扣出來 先蓋住它 剛剛好 接著我就放著它 然後它就自己 就慢慢可以拿出來 看一下 哇 好美啊 給大家看一下 美不美 給大家看一下 好重手 這個椰汁糕 成了形 整個形好美啊 你看到我一脫毛 它自己就已經可以鬆了出來 不需要滑來油 那些東西的 那現在呢 我們不如呢 切它出來看一下 切開 然後切開 兩下 切開 哇 看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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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滑 這部分 都會用到 這部分 現在就試吃了 給大家看看 很好吃 超滑 吃出來的質感是馬豆糕的質感 但是我的鷹粟粉的份量其實不是特別重 你不會覺得很膩、很重的份量 剛剛好 我覺得很棒 甜度我也是教過是對的甜度 但是如果你說我不想吃這麼甜 我可不可以減量呢 你可以儘量再減多20克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放180克就很夠了 今次做這個馬豆糕 我們有椰漿和花奶 有人可能會問 如果我不用花奶 我可不可以用牛奶呢? 用牛奶也可以的 你可以用牛奶可以用豆漿 看看你家裡有什麼材料 這兩樣都是可以的 當然呢 牛奶就不要用Skin Milk 最好就是 起碼有2% 這樣就會比較好 但是淡奶始終是一個 比較濃縮的奶 它的味道就會比較濃 嗯 今天呢 我覺得呢 我做這個馬豆糕很成功 我再開給你們看 完全是 很 它很爽的 不會說很黏 很黏的感覺 但是呢 又不 又很實際的承認 又不會變成了一坨東西 不會的 你看看 但是又不是硬的 嗯 嗯 這個質感很好 嗯 好滿足啊 我都希望你們都可以試一下 然後告訴我 你們喜不喜歡我這個食譜 下次再見 拜拜